李先生开了一辆北汽新能源轿车 他说4月16号晚上在杭州秋时高架往庆春东路的扎道上发生事故 就是前面有刹车突然急刹车刹不住然后撞上去了 然后导致三车相撞 前面两辆是什么车 前面一辆的话是现代 那我前面的话是保时捷 轴的人交警定下来的话是我后面最尾的全责 李先生提供了照片 他的车头撞到一辆保时捷卡焰的尾部 引擎盖都弯了 卡焰的车尾受损明显 拖到4S店去修的话 现代车报价报了1万多 1万1200多 然后保时捷这边报价下来要15万4000多 我是只有一个交警线还没有准备上那个云役线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现在就是说由我个人来全部出这个钱 当时怎么没买商业险的 当时的话是不知道买商业险 因为我是准备要上云役线的 但是我如果去买个商业险的话 不是就多买了吗 就没买 就等那个云役线下来 我再一起把它买好 李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这辆车买来也就一个星期 本来想当网约车买运营险 结果先出了事 现在已经把这辆北汽新能源车处理掉了 现代车的维修费已经支出 但对保时捷的维修费用有些疑问 他手上有份太平洋保险公司出具的定损单 换件60项 辅财2项 维修24项 总金额15万4800元 是对方的保险者带位追偿 他给我报出来的这个价格 我现在就是对保时捷的这个维修费 就是人工工时费 它这个是按每个零件来计算的 不是按一个小时多少钱来计算的 我也问了不是杭州的 就是绍兴的一家保时捷摄的店 就是拍了照片给他们看了 他们说10万块钱样子 能够把它修好 原厂配件 李先生带记者找到杭州滨江保时捷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维修工时费的计算 不是李先生所说的那样 具体情况 他们会跟车主和车主的保险公司对接 记者联系上了车主张先生 车泡在那里一个月了 我已经跟他想了很清楚了 务工费我不要谈 不要谈了 车价被折损 我也不要谈了 你要知道这辆车 车价被撞成这样 我知道车损要多少钱 车手费至少8万到10万 100多万的车 我说你4S店要多少钱 你就负费他多少钱 就去结束了 他问了绍兴是4S店 第一是不是4S店 第二我已经在这里修了 全部拆出来这些修了 修了一半了 那谁去搞这个事 之前他叫我去 他们说不要到4S店修 到外面去修 我是全国保时捷的 所有的配件 全部在上海的外高桥 上海现在货都发不过来 结果你跟我是外面能修的 在这边修也行 但是这个价格 能不能给我打点折 是这个意思 我定下来这些标准 是已经按所有都打过 我们正常定的情况下 折扣都打好了 杭州滨江保时捷中心的 工作人员表示 保险公司给出的价格 已经是协议价格 不过具体维修当中 可能还会有变动 总的费用不确定 保时捷车主张先生说 现在自己想要赶紧把车修好 如果李先生不把钱 付给4S店 自己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追偿 我自己去付 付完以后 保险公司给我理配 让保险公司追他车 所有的拆装 拆的时候 都跟他打电话 居然确认了 就他到现场看的 所有的保险公司 都是按程序 保险公司也不可能来帮我 也不可能帮他 李先生说 当时定损员定损 自己到场时 零件已经都拆下来了 自己对车也不太懂 这个价格他很难接受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